天雷道人的反应在林默宇的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 天雷道人明显认出了这是足水之精 活了百万年达之道久经的强大存在 他的见识远超视入想象 哪怕没有真正见过足水之精 但只要听过一眼就能将之认出 他的震惊和林默宇所想的差不多 可是他最后给的选择却超过了林默宇的意料之外 林默宇道足水之精可以帮助大哥冲击那个境界 天雷道人轻轻点头 你所说不错但这滴足水之精与我无用 为什么 林默宇奇怪道 天雷道人道足水之精与气韵相连 这滴足水之精是你的别人都用不了 想到之前天雷道人说过的话 想获得足水之精就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气韵 足水之精确实和气韵有关 只是没想到他还和气韵相连 只有获得的人才能使用它 天雷道人眼神闪烁似乎有些感动 小弟的一番好意 大哥心领了 只是这足水之精确实 与大哥无用 天雷道人从老道自称变成了大哥 直至此时此刻 他终于从心底真正接受了林默宇 在得知足水之精作用的前提下 还愿意把足水之精拿出来 已经足以证明林默宇的真心 两人虽然597相识时间很短 却已成知己 有时就是如此奇怪 相识多年未必能成好友 有些人只是眼神对了 就能成为生死兄弟 林默宇和天雷道人就是如此 短暂相识 两人同共收徒 诚心以待 最终成了忘年交 收起足水之精 天雷道人出言告戒 虽然足水之精除你之外 无人可以使用 但你也不能 被外人得知 尤其是在你微末之时 身怀重宝 有人会嫉妒 会杀人 那些大教之主 圣地老怪 都自私得很 他们为了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杀了你 夺你弃运 实属正常 弃运并非一成不变 可以被人所夺 也可以夺取别人器语 在本源大陆中 层次越高 越看重器语 林默宇明白 天雷道人的话 我明白了 不会让别人得知 我的足水之精的事 林默宇感觉自己的秘密 越来越多了 十彩龙魂精 不能被人知晓 足水之精 也不能被人知晓 世界术同样 不能被人知晓 甚至他还觉得 神舟 鼎的存在 一样不能被人知晓 在天雷道人口中 那些大教大宗之主 圣地里的老怪物 没几个好人善人 想来也是 这些人怎么可能是善人 能在本源大陆站稳 并且达到那种境界 哪个不是杀出来的 更何况除了他们 还有妖族存在 妖族和人族向来不对付 扼杀人族天才 是他们最愿意 做的事 本源大陆里的修炼者 同样是一步错 万劫不复 林默宇收起足水之精后 手掌一翻 掌心中出现了一朵奇异花朵 这个给大哥 或许对大哥有帮助 道酒精的天雷道人 再次瞪大了眼睛 眼前这朵花 他从没有见过 可是他能感觉到 这朵花飞同一般 有着神奇伟丽 就算是他 都无法看透 这个世间 他看不透的东西太少了 天雷道人 感觉自己百万年的震惊 都没有今天多 他看不透灵花 只能开口询问 这是什么 林默宇自然不会把 世界术的存在说出去 但也不会说谎 这叫灵花 作用是智商 据说可以治疗任何伤势 之前雷家的雷蓬蓬 他的灵魂之伤 就是我用灵花给治好的 天雷道人想了想 雷蓬蓬的是我知道 他的母亲 被抚魂灵兽所伤 虽然雷家杀死了 抚魂灵兽 可抚魂灵兽在临死前 将自己的灵魂 藏进了胎儿之中 雷蓬蓬与抚魂灵兽 成了半生体 雷家数次进雷山 希望能寻找解救之法 若是后天兽的伤 还有办法可救 那丫头天生 就被抚魂灵兽附体 没得救 若非雷家寻来 大量天才地宝 那丫头早就死了 林墨宇从天雷道人口中 得知了雷蓬蓬受伤的 前后阴犹 知道了伤他的东西 叫抚魂灵兽 这名字倒是挺贴切 天雷道人 从林墨宇手中接过灵花 细细感应了一番 他能感应到灵花里蕴含的力量 却无法看透这股力量 想不到 这朵花竟然能治愈灵魂 林墨宇道 大哥 要不你试一下 天雷道人信任林墨宇药 丝毫没有怀疑 直接将灵花 吸入自己的灵魂世界 灵花在天雷道人的 灵魂世界中盛放 将天雷道人包裹 在林墨宇看来 天雷道人的残魂外 出现了一朵灵花 灵花灿烂盛放 包裹了天雷道人的灵魂 很快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 从灵花中升腾 天雷道人的灵魂 在灵花的帮助下 开始恢复 四周雷海翻腾 无数雷霆交织炸裂 如浪涛般冲向天际 约莫十秒后 灵花力量耗尽 化作烟尘彻底消散 天雷道人睁开眼 缓缓说道 这朵花确实神奇 对灵魂之伤有 极强的治疗作用 可惜花中力量太弱 对我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它气息比之前强大了些许 但依旧没有恢复 并且 随着时间推移 它的伤还是会恢复原状 大道之伤 确实不好治 灵魂与心中轻叹 天雷道人境界太高 灵花力量不够 只是其一其二 是因为它受的伤来自大道 灵花的作用被大幅度削弱 这种情况下 哪怕再多用几次灵花 结果也是无用 不过 若是等世界术再强大一点 灵花也变强一些 或许结果就会不同 贤弟还是抓紧时间修炼 大哥为你引动本源 灵魂与微微点头 如今看来 想要治好天雷道人 只有等他境界提升 世界术变得更强 接触效果更强的灵花才行 那就劳烦大哥了 灵魂与静心宁神 开始修炼 天雷道人握着宝剑 虚空挥动 引来一股股强大的本源之力 本源之力如有实质 像瀑布般冲落在灵魂与身上 这些本源之力没有属性 其中的雷属性 已经被天雷道人剥离 刹那间 各种感悟涌上心头 灵魂与看到了自己的大道 转眼间便陷入大道之中 开始长 阳 雷山之外 小物一次次动用气韵大道 为灵魂与提升气韵 他能感应到 灵魂与并没有死 灵魂与还好好活着 此刻的小物 不管是谁 都别想劝动他 小物平时很听话 可现在 他只相信自己感觉 他的坚持 让雷正英等人震惊 陆风卿为小物布置下了阵法 任何人都无法来打扰他 外面的人 也看不到小物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雷正英 雷三想 陆风卿三人很有默契 打算把小物领悟气韵大道的事 烂在肚子里 雷家和陆风卿 都有自己的打算 当然 他们在表面上也不会说 所有一切都要等此次雷山之行结束后再说 等事情都尘埃落定 他们可以坐下来 慢慢商讨 雷正英和陆风卿都清楚 气韵大道的修炼者意味着什么 轰 雷光炸裂 轰鸣声从雷山深处传来 紧接着 大地剧烈震动 许多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跌 倒在地 所有人都同时 看向雷山深处 在雷山深处 雷光炸裂 无数雷霆如瀑布般落下 轰在大地 之中 雷山震动不止 无数巨石被炸上天空 又被雷光湮灭 雷正英脸色一变 是本源灵脉 陆风卿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雷正英摇头表示 不知道 我去看看 他全身涌出无数雷光 冲入天空 朝着山脉 深处飞去 雷正英速度飞快 刹那间就冲入深入 但紧接着 他以更快的速度退了回来 雷正英不是正常退回来的 而是被硬声撞回来的 此刻的雷正英略显狼狈 雷正英身上都有 被雷霆灼烧的痕迹 作为雷家人 掌控雷霆 此刻 却被雷霆所伤 令人费解 雷三想漏了金色 大哥 你没事吧 雷正英摇头 无碍 身上雷光如水流 抹掉了狼狈 雷正英方才说道 不知为何 本源灵脉暴动 引来到了万道雷霆 就连我都无法靠近 雷三想到 本源灵脉怎么会暴动 难道 他眼中露出震惊 忽然想到 林墨宇不就在那里吗 虽然他们都觉得 林墨宇实死无生 甚至已经死了 可这么多天过去 小巫一直烛火 林墨宇还活着 连带着他们 都有一些小小动摇 再加之 本源灵脉突然暴动 不得不让人联想 雷正英道 若是林小友真的还活着 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本源灵脉暴动 别说林墨宇 就算是他都 难以在里面生存 放眼雷家 也只有他们的老祖 才能在这种情况下 全身而退 若是现在这样 林墨宇还活着的话 那不是奇迹 又是什么 雷三想到 大哥 林脉无缘无故暴动 你说 要不要通知老祖 雷正英道 老祖正在闭关 轻易不能打扰 可是 他有迟疑 雷家老祖轻易不能打扰 但也不是说 完全不能打扰 雷三想到 林脉是关我雷家根基 稳妥起见 我觉得 还是告知老祖比较好 哄 再度有万道雷霆落下 整座雷山都在震动 仿佛天崩地裂 即将崩溃 雷正英沉声道 那好吧 他拿出一块通讯玉牌 将这里的情况 告诉给正在闭关的雷家老祖 已经告诉老祖了 不知老祖会不会看 雷家老祖正在闭关 能不能看到 他也不清楚 现在能做的 只有等待 原指雷霆持续落下 越来越强烈 化作无数瀑布 宛如天青 可怕的力量 从雷山深处席卷而出 就连雷正英所在的广场 都受到影响 雷正英抬腿一跺 阵法升起笼罩广场 挡住雷霆 许久没露面的古念海突然走过来 陆锋青身形一动 半秒将之拦下 古老头 你来做什么然陆锋青拦着古念海 是不想让他知道小巫的情况 古念海冷哼一声 不管你是 你这个疯子 妄开 虽然小巫身处阵中 可古念海是道尊 距离近了 一样会被发现 雷正英也走了过来 古道有可有什么事 拳头比他大 古念海对雷正英这个雷家家主 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敬 毕竟雷正英的修为境界 在他知上他圣地长老的身份 在雷家家主面前 也并不好使 古念海说道 我只是想来问问 发生了什么事 雷正英道 不知为何 本元灵脉突然暴动 我已通知家中老祖 古念海眉头一皱 灵脉暴动 那我们圣地的子弟 会不会有危险 其中 他真正担心的是 古念水的安全 雷正英道 不会 他们距离灵脉 还有一段距离 不会有危险 古道有不必担心 小女也在刚回到教年 一股可怕无比的气息 从远方生腾 古念海这才松口气 既然如此 便是最好 他转身回去 有陆风清这个疯子在 他一刻都不想待 恐怖威压席卷而至 压得古念海浑身不自在 接着 他看到 元喜出现了一尊 由雷霆组成的巨人 巨人背后 震动着双翅 从雷霆中急速穿 冷而来 古念海嘴角抽动 雷家老祖 身容大道 演化真身 他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此事要回去禀报圣主 雷家老祖的力量 超过了他的想象 比预想中要强大得多 如此下去 雷家说不定会对圣地造成威胁 雷正英和雷三想 同时看到了身负双翅的雷霆巨人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老祖来了 看 老祖实力又有精进 雷家子弟 纷纷跪在地上 口中高呼老祖 雷家老祖 演化大道真身 冲入雷山深处 消失于雷霆之中 雷家老祖的出现 如一支兴奋剂 令在场每一位雷家子弟 都无比兴奋 唯有古念海 脸色阴沉 雷家强大 对寒水圣地来说 并非好事 一山难容二虎 在他看来 圣地与雷家之间 必然会有一战 雷家老祖 演化大道真身 顶着万道雷霆冲入深处 他能感觉到 本渊灵脉 确实正在暴动 仔细感应了一番后 他脸色变得凝重 灵脉暴动的源头 并不在这里 而是在里面 他朝着更深处飞去 那里正是天雷道人 所在的位置 他知道 在雷家的本源灵脉之上 还有一条更强 更大的灵脉 那才是整个 雷山灵脉的源头 雷家的灵脉 正是从那条灵脉中 衍生而出 同时他也知道 在那里有一位 极端强大的存在 这是雷家最大的秘密 只有他一人知晓大 雷家老祖飞到雷山深处 随后突破了一层 无形屏障 这才真正进入 雷山核心区域 这里灵脉暴动得更加剧烈 没有雷霆落下 雷霆已经化作雷海 雷家老祖 没敢去触碰雷海 他知道 那里是禁区 不能触碰 他朗声道 前辈 雷一鸣拜见 他借助大道发出声音 声音在雷霆中穿梭 响彻天地 他反复叫着 一声接着一声 片刻之后 天雷道人的声音 自雷海中响起 何事 雷海之中 生起天雷道人的虚影 只是一道虚影 却带着可怕微压 压得雷家老祖喘不过气 差点连大道真身都难以维持 雷家老祖意识到 自己和对方差距有多大 哪怕他领悟了大道真身 在对方眼中 依旧若如 蝼蚁 雷家老祖雷一鸣 带着恭敬之意 1693名见过前辈 前辈安好 天雷道人神情严肃 没有好气 有事说是 雷一鸣知道天雷道人的脾气 没有生气 也不敢生气 与气依旧恭敬 晚辈见本源灵脉暴动 晚辈所以过来看看 天雷道人道 灵脉暴动是本尊所为 不必大惊小怪 雷一鸣松了口气 既然是前辈所为 那便没事了 这位强盗眉边的前辈 想做什么 自己根本管不了 也不敢管 能问来一个答案 已经算是很好 雷一鸣恭敬道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他正要离开 天雷道人忽然说道 你等一下 雷一鸣立即停住 前辈有何吩咐 天雷道人身边 出现两个虚影 一个是闭目修炼的林墨宇 他叫林墨宇 是本尊的兄弟 他叫小月 是本尊收的清传弟子 天雷道人介绍了 两人的身份 其余并没有多说什么 雷一鸣是聪明人 立即明白了 天雷道人的意思 晚辈明白 从此以后 他们就是 我雷家最尊贵的客人 在我雷家地界上 绝无人感动他们分喉 天雷道人点头 行 你刚领悟了大道真身 等稳定一段时间后 就来这里修炼一段时间吧 本尊教你点东西 雷一鸣大喜 差点当场跪下 多谢前辈 天雷道人一挥手 走吧 晚辈到此 雷一鸣十分听话 当即转身离去 在别人面前威严森重 说一不二的雷家老祖 在天雷道人面前 听话得像之安纯 这就是实力引来的变化 管你是什么身份 实力不如人 就只能乖乖听话 雷家老祖让他做事 同时也会给出甜头 让雷家老祖心甘情愿 林脉暴动 是天雷道人 引动林脉本源之力造成 对林脉会有一些损伤 却是天大的福利 在不计代价的本源之力贯注下 无数大道感悟塞进来 林脉宇甚至都不用去感情 就能直接明白 大道无数玄妙 修为也飞快提升着 他主修的三条大道 一条不落 同步提升 这十几日的时光 能抵得过上百年的苦修 林脉宇再次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升级如坐火箭 雷一鸣从雷山深入归来 带着大道真身 迎到广场之上 他收起真身 露出真容 雷一鸣看上去就是个中年人 没比雷正英老多少 全身雷光弥漫 看上去他本人就是一道 雷霆 雷正英和雷三响 来到雷一鸣面前 恭敬行礼 拜见老祖 雷一鸣挥了挥手 你是家主 不必如此 家主要有家主的模样 雷正英就是雷家的脸面 在外面不管面对什么人 都无需行礼 雷正英明白这个道理 老祖可知 雷山深处发生了何事 雷一鸣道 无事 林脉有些暴动 过几日便会恢复 不用担心 听雷一鸣这么说 雷正英和雷三响 同时松了口气 雷一鸣是雷家的定海神针 他的话不会有错 雷正英道 此次打扰老祖闭关了 雷一鸣道 无妨 老夫也正好修炼结束 要出关看看我雷家现状 正好碰到雷山开启 此次就看看 我雷家后辈子弟情况如何吧 雷一鸣明显是不走了 准备在这里等着 他的这个决定 自然无人敢反对 雷正英巴不得如此 有雷一鸣在这里坐镇 就不用再担心出什么乱子 雷一鸣目光扫过全场 最终落在了小巫身上 小巫身处阵法之中 能挡住古念海 却挡不住雷一鸣 雷一鸣不止看到了小巫 还看到了小巫身上的气韵大盗 他目光一凝 这是怎么回事 雷正英立即把所有事汇报了一遍 雷一鸣眼睛一转 立即想明白了 雷一鸣低声道 保护好他 雷正英立即点头 老祖放心 小巫姑娘在我雷家 不会有事 修炼无复月 三十日时光转眼即过 此次雷山开放也到了尾声 雷山身处的灵脉 在一日前安静了下来 不再暴动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伴随着雷家号令 阵法运转 那些被送入雷山的人 一个个被陆续传送回来 进去的人很多 阵法一个个传送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全部送回 雷山中没有危险 每个人都平安无事 雷一鸣微眯着眼睛 看着每一个出来的人 雷正英看得奇怪 按道 老祖是在找什么人吗 忽然间 雷一鸣找到了要找的人 把这位姑娘请过来 雷正英立即应道 遵命 雷一鸣所指的人 正是小月 小月刚刚被传送出来 还摸不清情况 雷正英快步来到小月面前 小月姑娘 请过来 小月认识雷正英 她懵懵懂懂哦了一声 便跟着雷正英走了过去 一边走 一边四处寻找 并没有看到林墨宇 奇怪 师尊去哪了 小月并不知道林墨宇的去向 只以为林墨宇有事 1.1离开 雷正英带着小月 来到雷一鸣面前 正要介绍 雷一鸣已经主动开口 你是小月姑娘对吧 小月本能点头 小月见过前辈 雷一鸣连忙摆手道 小月姑娘客气了 不用叫前辈 叫声大哥就行 啊 一旁的雷正英 雷三响 还有陆锋青都愣住了 如果小月叫雷一鸣大哥 那林墨宇 不是成了雷一鸣的前辈 自己一个个都成了林墨宇的晚辈 甚至都要成为小月的晚辈 小月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叫还是不该叫 小月 慌万之际 林墨宇的声音如同天籁 在小月耳边响起 师尊 小月就像是看到了救星 欢呼着飞奔过去 一下子缩到林墨宇身后躲了起来 小月躲在林墨宇背后 探出个脑袋 看着雷一鸣 这位老前辈 太可怕了 竟然让自己叫他大哥 看他外形 怎么个也要叫声殊败吧 如玻璃破碎般声音响起 小物突然撞破阵法冲了出来 如燕头灵般撞进林墨宇怀抱 他整个人挂在林墨宇身上 四脚牢牢把林墨宇缠住 就像是要塞进林墨宇的身体里一样 哦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哭泣声在耳边响起 接着就是一片湿润 小物泪如雨下 眼泪噼里啪啦掉出来 砸在林墨宇的脸上 这可是天尊的眼泪 每一滴都很重 足以砸死笔安静 林墨宇知道是怎么回事 拍着小物后背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 小物哭得梨花带雨 哽咽抽气着 小物知道主人不会有事 可是小物担心 害怕 林墨宇安慰道 这不是回了吗 不用担心了 这些天辛苦小物了 小物低声道 十二不辛苦 一点也不辛苦 这些天 小物一直动用着气韵大道 力量持续消耗 怎么可能不辛苦 现在小物气息虚浮 近乎透支 林墨宇明白小物的付出 生之力涌入小物体内 为小物进行恢复 生之力如水般流淌 小物身上冒着洁白光芒 散发出勃勃生机 不一会 小物挂在林墨宇身上 沉沉睡去 小月在一旁觉得奇怪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小月知道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要不然不会这样 她并没有问 就算要问 也不是现在 小月还注意到了 别人的神情 在场的雷正英 雷三响 还有陆锋青 都像见了鬼一样 看着林墨宇 只有雷一鸣这个怪叔叔 还算正常 陆锋青蹭的一下 来到林墨宇面前 夸张地叫道 你怎么还活着 她声音很大 林墨宇眉头一皱 麻烦前辈小声点 小物刚睡着 陆锋青立即压低了声音 你小子怎么还活着 不止活着 修为精进了这么多 林墨宇笑道 晚辈只是运气好罢了 侥幸活了下来 林墨宇虽然依旧是低阶天尊 可与之前相比 已经进步了很多 之前是刚刚步入低阶天尊 现在已经在低阶天尊境里 走出了一大步 距离中阶天尊 也已经不远 天尊境里 每前进一阶 都需要大量时间 还需要领悟和机缘 修炼速度很慢 往往都是以千万年来计 像林墨宇这样 突然进京很多的事 除非是遇到什么大机缘 否则不可能发生 雷正英和雷三想互视一眼 他们也觉得 林墨宇是从雷山深处 得到了大机缘 正常情况下 没有千八百年 修为不可能进步这么多 在场只有雷一鸣 清楚各种情况 他一步踏出 挡在了陆锋青面前 也打断了陆锋青接下去 的话 雷一鸣朝着林墨宇自我介绍道 老夫雷一鸣 林墨宇也立即行礼 晚辈林墨宇 见过前辈 前辈安好 之前 他听天雷道人说过 雷家的老祖 就叫雷一鸣 没想到雷家老祖会来这里 林墨宇也略有吃惊 雷一鸣十分豪气 别什么前辈晚辈的 雷某与林道友一见如故 如果不嫌弃 你叫生雷大哥就行 已经和天雷道人 成了忘年交 称兄道弟 林墨宇对此 早就有了免疫力 前辈 这样不太好 爸 雷一鸣大手一挥 有什么好不好 你是担心正英和三想他们吧 没关系 我们各论各的 谁也不知道 雷一鸣真实的想法 天雷道人 只是告诉了他林墨宇的名字 其余什么都没说 雷一鸣自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要告诉别人 林墨宇就是他雷一鸣的兄弟 谁敢动林墨宇 就是和他为敌 之前他想得太过简单 如果与小月做同辈 那就要成为林墨宇的晚辈 不如和林墨宇称兄道弟 这样更合理点 至于天雷道人 他决定各论各的 想来天雷道人 也不会怪自己 说话间 雷一鸣尽可能露出和善笑容 还不忘朝着小月看去 吓得小月把脑袋又缩了回去 他的话 让雷正英和雷三想正在原地 眼神中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之前雷一鸣对小月说此番话 他们已经无法理解 现在 又对林墨宇这么说 自家老祖到底要做什么 是不是疯了 可是他们不敢提出质疑 身为雷家子弟 老祖的话不容质疑 在雷一鸣的炯炯目光中 林墨宇破为无奈 只能叫了生雷大哥 雷一鸣哈哈大笑 好好好 以后你就是雷某的兄弟 谁敢动你 就是和雷某为敌 这两块令牌给你 谁敢动你 直接拿出令牌 雷某自会出来 说着他拿出两块 令牌塞到林墨宇手中 令牌竟然是由高阶的 本源结晶 炼成 一面刻着雷字 另一面刻着一字 林墨宇能感觉到 令牌上蕴含着雷一鸣的意志 只要激活令牌 雷一鸣就能以 这道意志凝聚道尊分身 道尊到了一定境界 就可以分身千万 将分身变成法宝 留给后辈子弟 也是一种保护手段 雷一鸣给的两块令牌 一块给林墨宇 另一块则是给小月 林墨宇没有推却 坦然受之 雷正英和雷三响 更是心神大振 他们知道 雷一鸣给出令牌意味着什么 在雷家 这块令牌叫雷祖令 雷家每一代子弟里 只有最优秀的那位 才能获得 当年雷正英就获得过一块 雷三响则没有 没想到 雷一鸣现在 一送就是两块 297雷正英甚至怀疑 林墨宇会不会是自家老祖 在外面的私生子 这待遇 未免也太好了吧 陆丰青也是浑身遗产 暗自说道 雷家老祖 不会是疯了吧 在他看来 雷家老祖的行为 比自己还疯狂 不过他不敢说 无论如何 他也不敢得罪雷家老祖 哄 雷光闪动 雷蓬蓬身披雷光 出现在广场上 雷蓬蓬收起雷光 目光一扫 当即便高兴飞奔过来 父亲 三叔 我回来了 雷正英笑道 回来就好 雷一鸣看向雷蓬蓬 小丫头的伤果然好了 雷正英道 多亏了林道友 蓬蓬才能平安无事 雷蓬蓬跑到跟前 看到了雷一鸣 咦 老祖宗 你也来了呀 雷一鸣也很喜欢 蓬蓬这个丫头 小丫头收获不错 这一次 雷蓬蓬收获很大 境界已然步入真神境 这么多年 吃得大量天才地宝 终于发挥作用 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 雷蓬蓬的修为 还会快速提升 雷蓬蓬嘻嘻笑道 那是当然 我可是天才 老祖宗 我想和小月玩一会 行不行 林墨宇知道 小月在这里并不自在 笑道 去和蓬蓬玩吧 两人当即手拉着手 到一旁说起了悄悄话